不用講豪宅不好宅 敦華蘭路都是好房子 敦華蘭路的頂樓 也是被人家違建違成這個樣子 有點誇張 全部都蓋起來 你想逃生都沒有機會 那全部蓋起來 頂樓加蓋 我也住過頂家 十位哥你叫我們要住頂家 住頂家會死掉 這麼嚴重嗎 我大學四年都住頂家 住在陽明山文化大學旁邊的頂家 度過了讓我最難忘的四年 因為沒有冷氣 電風扇又很悶 然後冬天很冷又濕 空間又小 不到兩瓶 我連床都擺不下 我只能夠打地鋪 還好我那一戶的格局 是有一個架高地板 是架高五公分的地板 所以打地鋪呢 他的那個也沒有很溫暖 反而天花板更低 然後有些地方 比如說在窗戶旁邊 我的頭是不能站直的 因為頂家的旁邊是斜屋頂 所以到了窗戶旁邊 我頭會頂到上面 我如果要站直 我一定要站到房間的中間 我才能夠站直 這樣度過了大學四年 可不可以住 我們人格扭曲 好像有一點對不對 所以可不可以住啊 這個是在敦化南路上的一個 敦化南路耶 不用講豪宅不好宅 敦化南路是好房子 敦化南路的頂樓 也是被人家圍健圍生這個樣子 有點誇張 全部都蓋起來 你想逃生都沒有機會 那全部蓋起來 至於洗水塔更是奢求 敦化南路都有這種東西 台灣的頂家真的很醜 最近不是在吵頂家嗎 什麼黃國昌有頂家跟外推 所以大家派遠去拆 然後什麼賴清德 房子不合格 然後什麼柯文哲 有沒有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被清查一下 誰家沒頂家 誰家老房子沒有外推 查一查嘛 搞不好蔡英文也有啊 搞不好什麼 我們的那個侯友宜也有啊 很難講啊 你去查啊 全部徹查 台灣的房子就真的是醜成這樣 連台北市都這樣 沒有拆掉 蠻丟臉的 但是呢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接受這種 我是不喜歡這種事情 可是你去 我也是這樣子長大的 所以下一代應該去做一些改革才對 所以不然這樣子 不公不義 那你如果燒在底下燒死了 連逃生都沒有算誰的 算屋主的嗎 屋主說對不起 我人在美國 我很有錢 我說不管你們家死活 會這樣子 所以像新竹的金山街啊 滿條街 成千上萬的違建 左右的台灣高科技業的人才 都住在這種違建 這個是當初很誇張的時刻 他原本應該是一個五樓 一二三四五 房子可能只有五樓 落成了之後呢 往上蓋 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十一 他違建到十一層樓 然後就這樣過了好多年 我的書也寫了 然後 沒有人理會 然後叫了半天 我的採訪也寫 因為當初我在衣裝看 做過這樣的採訪 大家宣騰半天 就沒有人敢出手 最後呢 因為作秀的關係 我們那些 我們的那個抄襲的市長 把這個樓叫他 勒令拆除 但是他並沒有全部拆除 他只拆了部分樓層而已 要做就做完 就是他只作秀 做了一半 所以在新竹金山間 後來有一棟 這麼恐怖的圍樓巨樓呢 他的房子最後燒掉了 然後燒 頂樓燒掉 因為屋主的女兒 住在樓上 屋主辛辛苦 我養大的女兒 寶貝的女兒在樓上燒死 屋主逃了出來 報應就是 你們家小孩燒死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不報應在他身上 要報應在小孩身上呢 圍樓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 頂樓家人可以住嗎 總有一天 會報應在你的身上 這種事情你要不要住呢 那你說我只是房客而已 我花錢租房子 我怎麼知道 對不對 我又是無辜的 不是啊 你花錢給房東 去做這個事情 你就不是無辜 你就是共犯 所以能不住就不要住 但你說我是不得意的 我們是很窮的 住這種房子 我當然也知道吧 我當年為什麼住頂樓家看 因為我想省租金啊 誰不想省租金 誰都想省租金啊 但是危險就在這裡 就是燒掉就沒有 燒掉就沒有 所以你要得小心喔 你自己看你的頂樓家看 或是你的那些 舊房子的公寓啊 頂家啊什麼的 有沒有給滅火器 有沒有逃生路線 總有一天有人會不小心 就像說那個 賣很好的那個 行動蔥 網紅行動蔥 人手一顆行動蔥 據說賣了很多萬個 燒掉 對不對 你知道我講哪一款喔 網紅行動蔥燒掉 它一燒就是房子就是燒掉 它一燒如果是燒了這種的房子 那可能是整個脆狗狗 整個就燒爛 你要住嗎 考慮一下 然後豪宅也會違建喔 這是高雄 這個建商蓋了這個房子之後 居然把自己的頂樓圍起來做 頂樓家蓋把它圍建起來 然後死不肯拆除 還說這是我蓋的 為什麼不行 在那邊距離力爭 那當然呢 這個建商呢 其實蠻恐怖的 所以它蓋了豪宅 後來發生公安意外 沒有人想買 沒有人敢買 這就是它的報應 但是如果你不把這個圍起來 這個原本是開放給 所有住戶使用的地方 它居然把它圍起來 自己使用 那住戶逃生怎麼辦 它沒有想過住戶逃生問題 樓下燒起來要往樓上逃 結果你逃不進 因為這一塊 是它家頂樓加蓋的空中花園 它獨享 有這種美品的人嗎 所以這個建商 它在高雄幹的豪宅 雖然看起來華麗 但是買的人不多 大家覺得這個美品的傢伙 縱使那一棟有米其林 二星跟一星 你知道我家哪個棟 有米其林的那一棟 不要吧 因為那一棟發生過公安意外 有人摔死在裡面 建商的風格就是 連他家的豪宅都要做 頂樓加蓋 它不顧別人死活 讓人家不能逃生 後來這個房子 經過政治力介入把它拆了 讓住戶才能夠上來 這也是爆很久 爆了八年的時間 爆了非常多年才拆掉 不容易啊你知道嗎 最新影片都在 好煩惱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哦 打開小鈴鐺哦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 說明啊 走開小鈴鐺 我會說 在這裡 打開小鈴鐺